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閃馬田賽馬集作 今天是2022年4月18日,星期一 還是公眾假期,拍片時間接近黃昏六點 馬圈短打,跟大家分享幾段賽馬消息話題 有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偉達在自己Instagram 其實都幾天之前,故意說帳王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之前他也有一些疑問,在狀態方面 不倫於行之類,現在就幫大家釋除疑慮 第二件事就說到莫雷拉 其實不是說莫雷拉,是說馬會物理治療師 馬會物理治療師是故意對這兩年的疫情而來香港 故意南華早報幫他做了專題,因為他快要離開 第三件事就繼續說羅里亞 有其父必有其子,這個標題不是我寫的 是Racelet,澳洲的賽馬媒體社 因為他的兒子金寶 今天在南澳一場賽事就照版主管 我覺得不是照版主管,而是別本加厲 羅里亞,其實那隻Fing It Over 飛出去嘛,但是他飛得再出一點 整個過程可以跟大家回顧 開始之前都簡單提提大家 還沒訂閱我的頻道 麻煩可以按訂閱,再按旁邊的鈴鐺更好 小弟的Second Channel,閃馬田去片 也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謝謝 首先說羅里亞的兒子金寶 勒發達勒神 其實中文就是有其父 必有其子 這位記者故意寫一篇文 因為金寶做的事情 跟他父母贏這個女王杯 澳洲那場女王杯 Fing It Over 進直路飛出去的騎法是一樣的 當然了,金寶騎的不是什麼大賽 是今天在南澳的扶子叫Ock Bang 跑場是大長途,2900米 就照版主管,飛出大外産衝刺 但是他飛出去的程度就不跟他父母的 他父母進到最後直路才飛 金寶就不是 去到對面直路,大概一半的途程 就已經飛出大外産了 這場馬今早我有看的 我就看著,心想這隻馬都看怕 是這樣的吧 我就不知道是金寶特意飛出去的 以為這隻馬就好像 這個聚風雲那樣,控制不到大波勾 誰知道不是 他那個直路飛出去,就在對面直路 飛出去,到處轉彎他就鬼鬼祟祟 縮進去 就像當年英國冠軍錦標 那隻飛霸那隻跑法 入到直路,他又再飛出去 那就是騙了 全世界都不知道他在哪裏捐出 來賣的 長馬大概那直路是這樣的 這隻不是金寶奇那隻馬 OK,金寶奇那隻馬是這隻 大外産黑色衣服這隻飛出去 但是我記得這隻馬本身也是大業門 但是順利勝出 就是叫做 有其父必有其子 這樣的意思 老爸懂得飛出去 走這個比較乾爽的場地 兒子也懂的 還要用得更盡 對面直路已經這樣玩了 進到直路 一舉擊敗所有對手 原來賽後訪問 就說羅里亞的金寶 就是賽前已經想這樣跑了 那向蓮馬斯研究 蓮馬斯就沒有所謂 你覺得應該這樣做 你判斷得對 你就照做 於是金寶就盡情很放膽地去跑 就贏了這場馬 今天特別追蹤金寶的動態 為什麼呢 因為他今年在南澳建習的成績 都相當不錯 我想也是比香港的建習生好 當然大家可以這樣比較 只不過是說 至少他是一個挺好的牌子 我心目中 還有他幾有可能在兩三年之內 就來香港客船 以他現在的成績和進度來說 除非說 他可能說 因為他父親有過什麼前科馬會 不喜歡 否則他來香港的機會 我認為都並不少 那大家都儘管 繼續留意著 這位金寶 他的一舉一動 第二件事 就說到這個是張王 這個早幾天而已 就是沒有空跑馬 不報這件事 張王在偉達Instagram 拍了兩條短片 就是形容這個張王 現在是非常輕鬆的 以及健康狀況是非常理想的 那為什麼要特地拍這條片呢 因為早前 就是上次跑完 上次跑完之後 就是這個張王 就說不良於行 就休息了幾天 於是就有些傳言 或者有些估計 就覺得 張王會不會健康有問題啊 就算你跑得 會不會還是狀態不夠啊 這樣呢 會有這樣的擔心 但是今天張王就派了定心院了 我想這個post 可能都是派給馬主看的 就是馬主說是沒有問題的 不用怕的 你看到馬房的時候 神態自弱 再做一條油水給大家看 油足整條直路的 那路都幾十米這樣 那張王 油水相當之敏捷 是沒有問題的 那當然是有呼吸有呼吸的 是嗎 在運動中 還有呢 這裏看回去 上回岸都會拍的 又軟了 那隻馬是很輕鬆的 那個油水是 那接著上回來呢 那隻馬呢 依然是非常之精神 抖手 有型有款 有勢 有勢堂型 走出來的 那所以呢 這個是特地證明給 港大的馬迷 或者特別是給馬主看 張王的狀態是OK 而事實上呢 大家呢 有神粗的記者 或者各方面人士 就是說 韋達近來呢 就是跟兩個人聊天 聊得最多的 其實是私來計 一個就是他同鄉的喜偉心 另一個就是薛恩 那為什麼要跟薛恩 聊這麼多聊天呢 一天說話說呢 那當然是為了張王 那所以呢 基本上 張王已經是 在韋達心目中 準備就緒了 所有的備戰 策略 賽事會怎樣跑 或者怎樣研究 馬的應對 已經跟薛恩研究好了 這場馬呢 星期日呢 看來呢 張王呢 不可以講自在必得 但是呢 都是做足功夫 是要贏的了 這場馬 大家拭目以待 第三樣東西呢 就說到呢 對了 就是南華早報報道 話說呢 馬會專用的一位 就是 物理治療師 做完星期四就走了 就去新加坡 這樣 那這位的物理治療師呢 就是姓張的 不記得叫什麼名字 就是姓張的 你一看他的樣子 就知道是華人 但是是外國的華僑 那這兩年呢 就因為疫情 就馬會安排這位 這個物理治療師 就專給這個騎士是用的 讓他們可以留在這個 馬場的範圍下 就不用出去找醫生的 那早前的潘頓就說 就是不能出去找物理治療師 就是他不想用這個 不想用這個 這個物理治療師啦 那他在這個訪問的時候 就說到的 就是 他做物理治療呢 就是 有兩個作用 第一個作用呢 就是說 就是當然幫騎士 消除疲勞 或者有傷 幫他們做物理治療 是吧 第二件事呢 他是教育騎士的 就是 如何避免受傷 第一 第二 就是提醒他們 做一些強化肌肉的運動 意思就是說 當他們身體 譬如說 針對特定某些部位 強壯 阻礙 他們沒有那麼容易受傷 所以 除了治療之外 這位物理治療師 就是一個預防騎士受傷的作用 這樣 有些騎士最初就不太仇 就是想著 隨便吧 有痛 有什麼腰酸骨痛 找一下你按一下 整整一下 那些騎士都發現 是喔 可以喔 原來這個是強化某一個部分 就會有幫助 因為你叫騎士 每天都要面對體重的問題 你還叫我操大隻 那我做薄 就更加困難 死的人多 所以 可能就是這樣 潘頓 真的不太受這位 物理治療師 但是在那個訪問裡面 潘頓也有禮拜 都稱讚這位 物理治療師 張先生 就說 他跟很多騎士 建立了很正面的關係 很多騎士都很相信他 但是我想 就不包括潘頓自己 潘頓自己 直接要拍桌 要出去找其他物理治療師 就不找這個 要不然我就不騎士 那就是一般 但是相反 潘頓的曾冠軍的宿敵 莫雷拉 就對這個物理治療師 推崇備捷 這位物理治療師 都特別說到 莫雷拉 是找他找得最多的騎士 找他找得最多的騎士 剛才說的那些什麼 強化肌肉 或者幫他身體的 所謂無謂治療 是特別 在莫雷拉身上用得最多 而莫雷拉 是很受這位物理治療師的建議的 就是 那個物理治療師 就說莫雷拉 是很辛苦 他不斷要將他自己的身體 推上高峰 就是體能 或者各方面 都要做到最好的 自然有很多傷患 而 這位物理治療師 他很明白 莫雷拉的想法 和他身體的情況 所以給了他很多建議 而莫雷拉 是非常感激 這位將會離開的 物理治療師 但是這位物理治療師 怎麼走呢 其實就是滿藥離開 對吧 這位治療師 就不是長住在馬會的 想著 因為他本身就是 因為馬會 為什麼要請這個人呢 就是因為疫情 馬會會做那個 屢次 像是閉環管理 賽馬氣泡 這樣才動一個物理治療師 意思是叫你們 不用出去找醫生 但是到現在 好了 疫情都差不多 回落了 馬會就覺得 那些騎士 既然都自己出去找醫生 那就免得了 於是 這位物理治療師 都滿藥離開 就轉戰新加坡 去到新加坡 他好像不僅僅做 騎士的物理治療 會幫其他運動員 去做這個物理治療的服務 相信這位物理治療師 以他的履歷 都應該是不受寂寞的 最後都簡單提一提大家 小弟已經有這個會員 例如這個縱馬療天室的頻道 都希望大家可以課金入會支持 除此之外 大家在影片下方 給like comment 和share 我都一樣感激 無需課金都可以的 最後多謝各位 收睇今期的閃馬田 賽馬雜作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